Hello, 回到GFL Productions 今天繼續討論超級高達大亂鬥 今天出了新活動 機動戰時高達雷霆戰線的活動 今天這條影片會分析它的彈池 也會討論它的超波斯交易鎖有甚麼要換 或者未必會討論 因為要看一看它, 其實都可以討論一點 最主要是做彈池分析 分析之前也會討論一點 今次活動只討論雷霆戰線的第一季 第一季, 甚麼是第一季 第一季叫做宇宙篇 我這樣理解, 宇宙篇 只討論到雷霆戰線的宇宙 沒有之後的 之後那些是未討論的 應該之後會再出 今次故事到這個位置 現在是時候彈池分析 彈池分析 我們今次由 最後那部看上來 這部就是阿凱 阿凱 阿凱的 達利爾的專用機 看看 一技就是 敵單體超特大傷害 3回合回避力 會減50% 不中也會減50% sorry 不中也會減50% 對 二技就是 我軍回25% 屬於 攻擊型A的LS 有1.9倍傷 宇宙單 即宇宙色勝值比較低 水中一定是高 地上一般 屬於 這個是 Gundam的雷霆戰線系列 就是 趙公國的 屬於趙公國軍隊 老實說 這部機本身就很保值 這部機本身就出了很久 這部機本身就 出了起碼 兩年 兩年左右 但是它出了那麼久 都依然保值 因為那一技 減回避 減回避 有些功能上的輸出 但是就比較會少用 我想大家都會 最常用者一定會是它二技 因為系列回SP的機 應該是唯一一部 這部機就是 例如有些一星上五星機 都提一提 在下面留言 等我有個G字 這部機應該是唯一一部 系列回SP機 這部機我會給它 大概是有S級 或者 很好均衡 因為它一定會 你出星格戰 有它系列 一Buff它系列 你會出 鷹熊軍 有它系列 有它系列 會出它 所以我覺得 這個 阿海 即龜霸 我覺得是 OK的 都是保值的 而且它本身大遲都有 所以這次 如果你抽它 值不值得入手 我覺得 是本身很值得入手的 對了 但是這部機 就那個 叫什麼 那個叫 罕有程度 就不是十分高 對了 那麼 所以抽到回來 都不用一下 OK的 對了 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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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部 阿斯拉達 我譯就是 阿斯拉達 Gundam 好 那 這部阿斯拉達 一技 就要講一講 一技就是敵全體的Buff D 敵單體極大傷害 二技就是 兩回合裡面 我軍的迴避力會加30% 另外我軍會回血3000 用花費的SP 就50SP 然後 我特地說 這個花費50SP 等一下會再講解 所屬於 攻擊型A的LS 就有1.9倍傷 都是雷霆戰士系列 就是地球聯邦軍 那 它 地形式聖直 三個都很平衡 沒有特別 老實說 這部機 就 應該是一年半 或者是一年前出的 這部機 老實說 我覺得這部機 很帥 但是 一開波 踩雪奇 就差一點點 不要說太遠了 先說回技能 技能 一技是比較典型的 典型技能 一技 已經是去到 嚴選池的 所以 2億 這部機 就減少分 但是 它2的 是OP 不要說OP 原因是 即抽即用得 應該這麼說 對 它2的即抽即用得 原因是 它用所花費的SP 低於50% 低於50% 老實說 已經是很OK的 雖然 機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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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中 哪部機是多於3千 或3千 應該 但是 老實說 以回血 以機屬 都是一個合格的水平 甚至乎 是一個合格的水平 所以 抽到這部機 出場率不太高 雖然說 但是 打英雄關 要回血的機會 這部機一定有出場的保證 所以我覺得 這部機是OK的 但是 暫時來說 都是倉管 如果 抽回來 有什麼關可以使用 英雄關 我忘記第幾回 最近的三回 隨便一回 我真的忘記哪一回 都是給他 出來的 這部機是OK的 最主要是 一技就沒什麼用 但是二技就OK的 二技都OK的 我會給他S級 尾到A級頭 因為他如果出場率 都是打英雄關的 極其量 到今次的大獎 就是 這部 Full Armored Gundam 類型戰線 Version 老實說 很帥 全彈發射 一技就是 我軍的 Nurve 3D 兩回合 單機的攻擊力 加50% 然後 敵單體 極大傷害 另外 一技的一回合 單機的 受敵傷害 99% 減傷 另外 單機回 3000血 ALS 也是典型的攻擊型 ALS 有1.9倍傷 地形色性上 宇宙特別高 水中特別低 雷霆戰線 也是屬於雷霆戰線的系列 地球連邦軍 這部機 老實說 另外有連繪攻擊 這部機 單體技能 先不要看連繪攻擊 單體技能 比較典型的技能 異技沒有挑釁性 所以 減少了很多分 單體兩個技能 但是 一技 交到攻 Dedolive 是一個都OK 這個版本 是一些 當代的機體 應該叫做當代技能 所以它是OK的 對 如果單體技能 我會給它S級 畢竟是當代的機體 有出場保證 總會有出場保證 對 還有它技能 也是這個時代的技能 但是 就 但是 就要看這個 連繪攻擊 連繪攻擊是什麼呢 敵全體的大傷害 對家屬的攻擊力會比較高 老實說 以連繪攻擊來說 加上連繪攻擊 它有一個大傷害 這部機 就馬上進升到SS級 原因為什麼呢 原因很簡單 原因是因為 我一隻S級頭 當初我如何評分 Destine 又如何評分給它 原因是因為很簡單 這部機 整個系列來說 這次這個詞 完全是幫你 抽到一三獎的話 一獎和三獎 這部機 和龜壩的話 老實說 你已經得天下了 整個雷霆戰線系列 就得了 整個雷霆戰線系列 原因是因為 有SP機 這部機 打全體 意味著 升格戰一定會用得著 如果英雄關 這部系列 會出Buff 和射屬 出正距的話 基本上 你已經制霸了 當然 英雄關 太遙遠了 未必要趕著 未必要趕著 但是 這部機 只趕這部機 升格戰 出場 一定有保證 雷霆戰士一Buff 一定會出他 因為這個系列 已經打全體 已經是很OP 老實說 這部機 真的不頑 一技和二技都不頑 雖然二技 是一些自私技能 但是 回倒血都可以 例如 打升格戰 打升格戰都期望一秒 才對面對 應該是可以的 這部機 值得抽 這部機 值得抽 以及龜伯也值得抽 二掌部 阿斯拉達 是否不值得抽 又不是 就當安慰獎 可以的 分析完 這部機體詞 另外也要分析 精神力渣古 那部一星機 不太久了 上次忘記分析一星機 一星機要說一說 技能 一技是一回合 我軍的名中會加30% 敵單體貫通超級大傷害 二技是兩回合 敵全體防禦 我軍防禦 60% 防禦加60% 很高 攻擊靈屍 都是那些 宇宙色勝值 特別高 水中低 那就 大概是這樣 精神力渣古 或者叫做 老波 傳道 傳道型渣古 但是我自己喜歡 亦就亦就精神力渣古 因為這個 是解釋 思考的意思 精神 如果有日文 誒 有讀過日文的師兄 你可以在下面跟證我 我自己看開 以一星上五星機來說 這部機 我猜不到OP OP最高的防禦力 加60% 雖然說加60% 但是實用性有多高 很矛盾的位置 連攜攻擊是打得全體 那你期望 就應該是 砰盡了所有攻擊力 它又不是的 它是加防禦 另外這部 加命中 可以的 這個叫做 嚴選池的 等級 即是上版本 嚴選池的 但是這部機是OK的 以一星上五星來說 這部機是 未去到合格 合格的 但未去到很高分 大家全體60% 是一個很高的數值 所以就 再加上 四星機 那部 Fuama Gundam來說 老實說 加上這兩部機是 我軍的防禦力很高 反而輸出上 我有點擔心 但是整體來說 這個組合 是一個 以系列來說 很OP 但如果 放回射屬性 即是射屬的機體 池來說 它又不是十分OP 但是 有出場保證 因為星格戰 一定需要這些連攜攻擊 所以 這次我都鼓勵抽 我自己都抽了十抽 抽了十抽 只是中X Gundam X Gundam系列的 單眼那部 我叫什麼名字 VSP 總之 就 好過沒有 好過只有吉 那 講完最後的 人物系列 人物系列 今次 人物 出了很多人 四個人物 第一個 EAU NEO 是否是EAU EAU 總之是EAU 一技 90%發動率 攻擊力加21% 另外二技 80%發動率 全體攻擊防禦 命中加5% 所屬於坐的機體 是地球聯邦軍 就會加15% 3技 100%發動率 敵單體的防禦命 還減10% 機體和人物 都是雷霆戰線 會減20% 4技 90%發動率 全Buff 5% 機體和人物 都是雷霆戰線 會減20% 四個數值來說 都是一個合格的水平 甚至乎三四技 有20% 都可以 雖然三技 玩單體 但是差一點點 但是也不要緊 一技 加入1% 都已經可以了 都已經是一個 好的 百分比 人物來說 這個人值得抽 另外 隊長技 是一個加攻的隊長 對自護工國的機體 就會加攻 只要對面所屬 是加攻16% 以人物來說 我覺得 無二是最強的 EO 一定是最強的EO 對比對上的版本 都真的廢 對上的版本 真的不行 你激活不到四個技能 真的不行 所以這個EO 一定是OP 南米是超級OP的 因為他只是加全體攻 80% 敵單體減防 不是全體減 所以還是差一點 但是整體來說 是OK的 一個合格以上的水平 另一個人物 這個是 達里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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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技21%攻擊力 加11%攻擊力 90%發動率 80%發動率 2技有 全體攻擊防禦命 加5% 如果坐的機體 只要攻擊力 加15% 3技中100%發動 敵單體的防禦力 和回避力 如果機體和人物 都是雷霆戰線 就會減20% 4技 90%發動率 全Buff 加5% 機體和人物 都是雷霆戰線 就會加20% 老實說 跟二歐都一樣 都是OK的 所屬於 地球聯邦軍的機體 對地球聯邦軍的機體 會加16%攻擊力 老實說 都不錯 你打這個 這些隊長技比較像是打英雄關 我會覺得是 但是這些隊長技很少出場 但是比命中先更好 是OK的 所以 也是這個 也是這個 值得抽的 大利爾 值得抽 另外 就是 藍長 這個藍長 就是 古羅迪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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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德梅 亦叫做弗德梅 因為弗德梅 原因是因為它是 嗨嗨粉 說一下技能 90%發動率 全體防禦力加16% 100%發動率 兩回合裡面 全體攻擊 防禦 命中回避 加15% 三技 80%發動率 三回合裡面 全體的防禦 和命中 減10% 是OK的 只要所屬於地球聯邦軍的機體 就會加攻 看看 加攻 加21% 攻 和回避都會加13% 這個藍長是OK的 因為聯邦軍機體 都包含得幾多 譬如 只說0083 你也能出到它 譬如 GP03 你也能出到它 所以 是OK的 這個藍長 是OK的 如果抽到它 都不用哭 都OK的 真的OK的 那 就 不說那麼久了 但是 說一件事 之前都 連同一個一起說 這個就是 反而另一邊 智慧公國的女技師 就是卡拉 卡拉 80%發動率 4回合 敵單體防禦 和回避 減15% 2技 是90%發動率 攻擊加14% 命中加25% 3技 70%發動率 3回合 全體攻擊 命中 和回避加10% 是OK的 不錯的 一技 就是 智慧公國 智慧公國的機體 會加21% 回避也加13% 為何會混在一起說 因為它們兩個都很相似 雖然 人物的人來說 是不同的 但是 他們兩個的 遭遇有點相似 原因是因為 在日蜜裡面 之前打的活動 就有一些人物在 譬如這些 你已經說了 加智慧公國 所以加聯邦軍 雖然 它升到盡 都沒有追到 即是剛剛才追到 這個 古羅的 就是 古羅的亞的 等級 但是 都可以用得過 所以 都有一句 既身如何 新量 道理 大致 所以 另一個 都是同一個意思 即是 古羅的亞 和 卡拉 都是同一個 原理 抽中了 都不用不開心 是一個安慰獎 用得著 如果 新手 如果新手 抽 人物 應該這樣說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我建議 抽機體好了 人物 如果之前人物 就是抽到 伊歐的話 我建議 先用舊伊歐 新的伊歐 留下一次抽 因為你有舊的版本 都沒有浪費 而且 以新手來說 資源真的很有限 除非 你覺得 一定要激活到 一百% 盡的能力 才能抽 否則 要在一個合格水平 舊伊歐 都能頂得住 但 這部 全阿瑪 Gundam 是OK的 是OK的 最後 最後 單抽 單抽兩口 就算了 什麼都沒有就算了 好 我只期望要大獎 大獎 大獎 和三獎 都OK 大獎 和三獎 嘩 兩星 發生什麼事 兩星 通常抽到兩星 我會抽多兩下 因為有機會出一部超熱元機出來 對不起 應該說 有機會中四星 這部已經不行了 這部不行了 好了 最後 什麼都沒有就算了 好了好了好了 E-O 來了 武士仁軍團 沒有 沒有 抽不抽多一口呢 可以抽多一口 貪心的笑 9抽多一口 來 要中 中那部大獎 這次整個活動 就好有心機 一繼續拆 嘩 嘩 我想怎樣 這樣出發 嘩 沒有石 大哥 很難得才能把石頭藏出來 現在的石頭依然是重傷於上次人物制 看 抽多一口 差不多了 接下來 好彩月尾才超熱元 應該 或者是熱元制 所以 還是沒有 看看 最後一口真的不抽了 抽完一口真的不抽了 兩星都不抽了 兩星都不抽了 兩星都不抽 兩星都不抽 嘩 嘩 壓了 壓石頭 偏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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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瘋 好恐怖 這件事 這次 影片差不多到這裡 那 那 呢 超Boss交換鎖 呢 這部一定會買 這部精神力鎖鎖一定會買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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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歐和 達里爾 都要換 原因是因為 換了之後 就不用拿那些 三星券去換人 那就可以做到超強化了 那 那 另外 還有沒有其他特別呢 這些 五星素材一定要換 四星又要換 這些五星素材一定要換 我想說現在都很缺 現在都 那 那 另外 大致是這樣 那 今次的影片 都差不多了 都到這裡了 那 祝大家做歐洲人 如果想抽他們 就抽到他們 如果不抽 就留石 日後 做歐洲 唉 那 今次就 沒有 沒有 今次抽 沒有抽 對上人物 真的那麼灰 因為大致 大致 心態 都很重要 所以 抽不到也不需要深色 那 今次的影片到這裡 那 那 下次就 下次就下條片見了 那 留意回 今次公告就是 未來 12號 應該不會再出片 要出 就應該13號才再出 不是什麼政治原因 但我覺得都 某些事情需要支持 那 所以 12號是不會再出片 對 即是說 11號 如果沒有影片出的話 12號 凌晨拍片 我也是不會再出任何影片 對 那 13號才出 雖然我小弟 即是說GFL整個頻道 都不是什麼一個 大頻道 但我覺得某些事情 在香港的價值裏 一定要懂得保護 那 所以呢 就 真的 講到這裡這麼多 因為我不期望這個頻道 有太多政治成份 對 政治成份 那 大致是這樣 祝大家做個歐洲人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 如果想看到我的影片 就在旁邊 按個鈴鐺 那 今次是這麼多 拜拜 拜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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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